3690美團,174元有貨的,怎樣看呢? 短線問題又不是太大 但是我明明未來出業績 我也不敢擔保美團份業績 一定安全的 所以如果你是180元以下這些位置買住 我覺得用圖表來做決定 你問我穿175元,我最多就打個鑊樹叼 但是你不穿了 假設我不太記得美團是哪一天出業績 如果你說在出業績前 仍然在175元至200元這些位置徘徊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不是拿得很重貨的 你可以幫忙 但是如果你拿得很重貨,起碼先減一半 做好兩手準備 因為老實說那句 究竟業績出來會是電影市場有什麼反應 我都不敢保證 所以我覺得暫時短線角度上 你都算是175-200元這些範圍裡面去炒 等於190多元的時間也考慮一下 你先拿一半資金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 美團看法是很忠誠的 某程度上簡單一點的角度 我沒有太多想法 我會建議以圖表來做決定 圖表暫時說不是特別帥 好像200元的阻力開始比較明顯 甚至說平均移動線 開始慢慢地向下 向下層面 每次反彈到10天 20天線的阻力就比較大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只差6元左右 我覺得你不再接近 穿175元就要走